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1月 云林县台西海滨 一只16公尺长的莫香精搁浅死亡 鲸豚救援团队决定将它运回解剖 巨大鲸鱼穿梭市区 进入四草鲸豚救援基地 开始进行解剖工作 我们现在解剖的这一只是莫香精 雄性的 体长16米 重量50吨左右 经过了将近9天的结果 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骨头都取出来了 成大教授王建平十多年前参与鲸豚救援工作 并且组织了台江鲸豚救援小组展开抢救行动 他的身份不仅是一位救活鲸豚的兽医 更是一位了解鲸豚死因的法医 腰椎的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是断的 那这个地方是神经级的部位 所以它这个地方断掉 那这两个头是背部肌肉往头部拉的部位 那如果说这个断掉了 它的后半部就没有办法运动 能够打断巨大鲸鱼的腰椎 极有可能来自大型船舶的碰撞 检验的结果可以进一步提供 国际鲸豚保育组织展开因应对策 巨大鲸鱼的解剖提供了重要的资讯 但是现场的俯仇 让参与人员万分难受 许多志工还是愿意投入 为保育尽一份力 因为这么大只很少 但你肯定多搏一只逆强 以后自然你就多这个经验 拿刀子就这几把刀这样子 跟一般结果差不多 每年冬季成为鲸豚最容易搁浅的季节 抢救基地就像一个过境旅馆 不断有着带旧的鲸豚进出 抢救池中 中华鲸豚协会的志工 远从北部前来协助 帮忙受伤的海豚进行救治 对于这种有着六岁孩童智商的海洋生物 一旦住久了 直到这里的人类不会伤害它 有时候就开始顽皮起来 将救援行动当作游戏玩爽 大部分志工都是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前来协助救援 有时候工作一忙 生日也只能在池边度过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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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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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学院 好 你希望他怎么样 我可以学习再给他 那我们希望大家赶快离开 好 嘴上说想离开 但是每个人都不舍持终待救的生命 依旧守候在救援基地 在这个救援基地除了医疗抢救 也扮演着教育的功能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海洋生态 当这个某香精的话 它那个血液打到心脏的时候是44度 44度 所以它潜水潜在2000到3000公尺的水里面 那个温度都已经零下十几度了 血液不会被拟结掉 这样子清楚吗 某香精沉浸到2000到3000公尺的时候 可以沉浸一个钟头 金屯抢救基地位于四草湿地保护区内 利用救援场行政中心的闲置空间 展开金屯救援工作 王健平希望能够改善空间 提供更好的救援环境 这个池子是一个复健池 就是当海豚可以正常的游泳的时候 那我们就让它在这边可以做 它比较快速的游泳 跟觅食还有活动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 除了做一般的检验以外 还有就是让它能够自己去追活的鱼池 几年的努力空间渐渐改善 房舍陆续整建 新的救援池重新建立 供应较好的水质 让金屯不受感染 而遮阳避雨的环境 方便救援者工作 新的金屯进入基地抢救 它是一只迷航的小虎金 现在在池子里面的这一只是小虎金 那是在西南沿海最常见的 而且南部地域搁浅 枝树跟次数最多的一种 那平常它都是群体生活 这一只是迷航 那在3月22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把它跟一些志工 把它抢救送到市朝来 台湾从事金屯救援将近20多年 但是一直有着救援场所不足的问题 除了各地海洋园区的私人机构 愿意善心提供场所 地方县市政府也只有宜兰县与台南市 设有标准化的救援池 金人救援确实是要消耗相当庞大的财力 务力跟能力 那别的县市 可能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跟产地 那由于徐市长很支持这个 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中央也很支持 我们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们就是从人员训练 从产地建设 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做上来 四草金屯救援基地的建立 显示地方政府对于生态保育的重视程度 让这个原本规划为台南科技工业园区的土地 成为工业发展下的人间温情 当初这一块地 早期是要把它规划为工业区 那是因为这边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 所以我们就争取留下这一块地 变成一个保育的基地 原力不足的问题 常常成为救援行动的障碍 几年来王建平在南部培训志工 希望能发挥就近照顾的能力 但是依然无法正常运作 许多志工并非动物相关科系学生 常常都是边做边学慢慢上手 本身是学纪录片的 那我来就是因为那个 第一个是好奇没有看过海灯 第二个就是觉得 是抢救生命是一件还蛮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来了 在志工演中 王建平是一位善心的教授 但是进行救援工作 就变成一位严肃的行动者 对于抢救生命绝不马虎 去年我们照顾阿铺的时候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 就有志工在外面 就是休息时间就打电动 然后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然后第二天就跑来骂我 然后就说我们 军心换战没有几率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们就是志工 好像还帮忙着 为什么要像当兵一样呢 几年下来 王建平的鲸豚抢救基地 渐渐成型 抢救过十多只海豚 虽然不是每只都抢救成功 但是也保留了许多救援记录 提供更多的抢救资讯 在四草抢救基地中 王建平一步步朝着他的心愿前进 他希望让这个美丽的尸地 能有更多元的面貌 这边将来三个主题 就是一个是尸地 一个是渔业之源 那另外一个就是鲸豚 那这边会变成一个 环境教育的一个主要的场所 如果不再抢救池畔 那就是前往海边抢救的途中 在四草湿地上 王建平以毅力谱写他的救惊人生 看着那一道 有几棵圆卜 有一排的树 很漂亮 很美观 还有那个整个大石 到高山来的时候 就喜欢这样的感觉 2003年底的时候呢 我开始 我第一次规划的 这个南二段的活动 那那次下去之后 就看到中途的都是 还是那么多 一里面就一直 记挂着这个南二段的事情 瓦斯的部分呢 因为它还会有残留的一些瓦斯 那残留瓦斯的话 我先用这个尖端呢 先破坏它 先确定它的气体已经跑掉了 都市的话呢 你那个车子很容易到达 很容易派前人员进来 但是进入高山地区呢 你必须花费人力下去轻 高山地区深山的这些大自然地区呢 我们最低的成本 实际上就是登山客 自己带下去 每一带估计大概三公斤上下 再加上自己个人的装备的话 大约是十公斤 或者再多一点 顶部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清的垃圾之余呢 其实我在各种天后底下呢 看遍群山的时候 那一种觉得 顿觉这个心胸非常开阔 其实心情也是相当于快 虽然剪的是垃圾 所有的苦也都觉得不怎么样 虽然在这片土地上 有人因为利益而忽略了环境正义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些人努力地想要守住农地 有人关照生命 还有人用行动爱护山林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下个星期 我们要谈的是生物的欺利补偿 我们会到台南去看美丽的水质 到台中去看可爱的猫头鹰 究竟他们面临什么样的生存危机呢 下个星期晚间十点 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个星期晚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